春节期间 在河南许昌和开封 景区举办了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活动 吸引了很多游客前往 大家穿汉服带簪花 逛古城赏花灯 沉浸式体验古风古韵 在许昌曹卫古城景区 各种传统游园项目让人应接不暇 不少游客穿上汉服带上鲜艳的簪花 穿梭于亭台楼械之间 与古城相应城区 为了让游客有充分的体验 这里还会上演大型古风巡游仪式 每天增加到80多场的演出 让游客与演员们通过场景转换沉浸入戏 而在夜晚华灯初上的开封清明上河园 不仅有历史的厚重感 文艺范也十足 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 舞台上一场以菊花为主题的古风舞蹈在上演 演员们穿着菊花纹饰的华丽服装 演绎出一位瓷人醉卧花丛 邂逅菊花仙子的美好梦境 刚才所看的这个节目演出看到了演员身上所穿的 带有菊花元素的衣服 感觉是非常的漂亮 正好开封的湿花也是菊花 觉得把这个文化融入到节目中非常的巧妙 此外 整个园区灯光璀璨 天空中龙凤彩灯在楼阁之上飘逸翱翔 水面上龙灯宛如在亭台水泻间蜿蜒盘旋 游客们穿行园中 赏花灯 逛市集 感受夜游之美 然后晚上呢 它这个灯楼亮次亮 然后非常的繁华 而在夜空中绽放的烟花更是夺目璀璨 让游客在这里度过一个难忘的绚烂春节 很多年没见过这么震撼的烟花了 今天一见这年味特别浓 感谢观看